那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不要判断人 免得你们受判断 因为你们怎样判断人 你们也要怎样受判断 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 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 为什么你只看见 你的兄弟眼中的木屑 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 竟不理会呢 或者你们怎能对你的兄弟说 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 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 假善人啊 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 然后你才看得清楚 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然后你再看见